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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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是连扇门也没有 后来只能找来几块木板 做成了手动的门 人家荡野奶的 哪个不是希望孙儿越多越好 妻子调侃道 老二 莫不是 你不是爹娘所生 连带着孙儿也不爱 听妻子一说 这让老二想起这几年在家里的区别对待 心里也有所怀疑 当年老二去镇上读了纪念书 还考取了秀才老爷 连足长都很重视老二 可是就算如此 陈老汉夫妻俩还是没有半点稀罕 自然就让人起疑了 而且当年自己去镇子上读书的书修 还是爷爷给的 为了不让爹娘心疼那些钱 爷爷亲自去镇上 提前交了纪念的书修 回家聘陈老汉夫妻 说是因为老二天资聪明 先生愿意免费教 陈老太说 要去上学也行 原本钱的活一样不能少了 毕竟在镇上读书 不能来回跑 就住在先生家 所以老二就要提前做很多的活 就算如此 他还是很努力读书 功夫不负有新人 经过几年的辛苦 在参加院士的时候 考中了秀才 有了秀才 不仅在村里 也是给人高看一眼 而且免税 也算是有功名在身 每年还有一些奉务 虽然不多 但是也是一份荣耀 而且在这个小村子里 只有一个老秀才 全村人对这个老秀才 很是尊敬 有什么大事情需要决策 都会找他来主持 所以陈老二是村里的第二个秀才工 这让他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焦点 后来陈老太又想通了 看中了老二 考上了秀才的身份 又想把他们叫回来 一起生活了 毕竟以后老二考上了举人 中了进士 做了官老爷 他们家也能沾光 说不定还能被封个夫人呢 镇上的刘家夫人 就是因为儿子当了官 连带母亲被封了个有品阶的夫人呢 让很多人都羡慕不已 这陈老太也是打着这想法呢 只是陈老二的娘子孙山不肯 想起当初在陈家一起生活 他就是一个伺候的婆子般的存在 每日伺候公婆不说 连小叔子 小姑子也是顺理成章 让他伺候 他虽然胖 但是人也不傻 他为啥贪吃 因为每日都吃不饱 还要干很多活 饿得难受 就会去找吃的 落在旁人眼里就是 又懒又贪吃 这好不容易分了家 他才不愿意 回到那个狼窝去了 所以他并不愿意 宁愿自己 带着四个双胞胎儿子 辛苦过活 也不要到那个大家庭里面 去做牛做马 如今 陈老二考上了秀才 他还得继续考 所以他就搬到了镇上的书院寄宿 孙山就在家里试弄些田地 平时还帮人洗衣服 缝补衣服 赚些生活费 村子备考大山 每天清晨 天还亮 他就会上山挖野菜 做些掏索 抓些小动物回来改善伙食 就这样辛苦了几年 陈老二参加相识 殿氏 也是不负所望 考中了状元 当朝皇帝对他很是看重 授予不错的官显 还刺了一套豪华大气的府邸 这下终于熬出了头 全家都搬到了京城生活了 四个儿子也是长成了半大小伙子了 陈老二对儿子的学业也是非常严格 希望他们有朝一日也能考中状元 这陈老太和陈老汉一看 不得了了 这个二儿子只顾自己享受荣华富贵了 一不做 二不休 收拾东西也要往京城享福 可是被租场给拦了下来 说道 陈老太 陈老汉 你们要点脸不 这陈老二从小到大 你给他过得关心吗 而且你们老陈家的事情能瞒得过我吗 你家老爷子早就跟我说过了 如果你们当年把他当作亲儿子养育的话 陈老二自然可以赡养你们 可是你们是怎么做的 只要有我一口气在 你们就别想 原来这陈老二确实不是陈家的孩子 他是爷爷从外面抱回来的一个妻婴 所以陈家上下都不喜欢他 只有老爷子对他视如己出的孙子 可是自从老爷子过世以后 老二就被陈家赶出去了 经过多方面的观察 可以断定自己不是陈家的孩子 如今有了官职之后 调查起身时来 简直一如反掌 很快就得出了结果 自己就不是陈家的孩子 是当年爷爷捡回来的 当年爷爷外出的时候 在婆屋里发现了他 把他捡了回家 那时只有陈老汉知道这回事 当年陈老太当好生产 只是生了陈老大后 昏迷了 所以爷爷就偷偷地把陈老二抱了过来 声称陈老太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后来陈老太发现陈老二越长 越与陈家人不像 与陈老汉不像 与哥哥弟弟妹妹也完全不像 所以起了疑心 后来通过多方面观察发现 老爷子对老二特别关心 所以就多留了个心眼 有一次偷偷听到老爷子和陈老汉的对话 才确定着老二根本就不是自己生的孩子 从此之后 对陈老二便尖酸刻薄了起来 老爷子在的时候还好 老爷子走后 陈老二更是难熬啊 那些年确实吃了很多苦 不过他并不记恨他们 对村里的街坊也是客气 族长一路看着他成长 也是一路对他身与援手 当年也是有族长的关注 才让陈老太不至于太过分 如今村里出了一个状元郎 又在京城当官 十里八乡都知道 后坑村有个状元郎 很多姑娘都愿意嫁到后坑来 连带着村里的老秀才也是被人尊敬 因为当年陈老二跟着老秀才读了基年书呢 后坑一时之间也是繁华形容了起来 大家对组长更是尊敬有加 陈老二选了一个时间回乡 感恩夫子的教导 还有件事情 也要回去和恩师说清楚 那就是他家四胞胎的老三的身世 原来恩师姓李 有个独生女儿叫李小 当年恩师对陈老二 可是非常看重的 就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只是陈老二当时已娶亲了 而且李小也有心上人 不过那个男人身份不简单 所以并没有公开身份 就是李小也不知道 当时他们相遇时 那个男人被人追杀 胖巧被李小遇到 所以就吓了他 之后两人便暗生情愫 后来那个男人有事 不告而别 李小眼看肚子越来越大 所以找到了陈老二 请他帮忙 后来 他们找了一处破庙 安顿了下来 而李小因婚事不满 假装与家人决裂 一气之下便出家待发修行 父母气得与他断绝了关系 莫承想李小生产之事 却难产 最终生下一个儿子 自己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陈老二只能遵循李小的临终遗言 说他是因病去世 夫子和师娘悲痛欲绝 也瞬间老了十岁 可是如今他不想隐瞒下去了 因为这次在京城见到了那位 他现在是惊重了不得的大官 显然已经把李小给忘记了 更不知道还有个儿子的存在 所以陈老二觉得该让恩师知道自己还有个外孙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世上让他们相认 所以趁着这次谢尸严就把孩子带回来 也是让他相认 李夫子看着三宝就像看到了女儿 一样的桃花眼 一样坚挺的鼻梁 他们紧紧的抱着三宝 气不成声 如果当年不逼女儿嫁人 让他在自己身边养胎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他们真是悔不当初啊 后来 三宝还是跟着陈老二回京了 李夫子夫妻年龄也大了 也没办法照顾他呀 而且在京城还有更好的前城啊 陈老二回到后坑村 感谢租长 也感谢乡林 也拿了银子给陈老汉和陈老太 并与他们断绝关系 陈老二说道 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不会忘记 我会给你们银子 但是要记住 我不是陈家的孩子 我现在我改名了 我爹姓何 我现在叫何涛 以后不要把我当作挡箭牌 到处做坏事 何涛还请来了祖长和村民见证 因为陈老汉和陈老太 经常拿着自己家儿子 是状元郎 在京城荡大官 到处拿人家好处 甚至狼狈未奸 如今有了村民作证 把消息传出去 就没人上赶着了 就这样 陈老二变成了何涛 连带着儿子 全也改成了姓何 老大何林 老二何伟 老三何何 老四何川 处理完村里的事情后 他们一大家子上京去树植了 一家六口人 一俩大马车 往京城方向急驰而去 在京城郊外 一家人找了尖客站些脚 补充能量体力 他们点好了一桌饭菜 正吃得津津有味时 突然进来一伙土匪 看到何涛这桌有孩子 便朝着他们大步而来 直接劫持了孩子 老三和老二被他们劫持了 后来进来一批官兵 领头的官员一身正气 气欲不凡 对着劫匪道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如果想要活命 就放开那两个孩子 此时老二 老三吓得哇哇大哭 劫匪抵着他们的脖子 锋利的刀剑 已经划破了孩子娇嫩的肌肤 核桃和孙山也是吓坏了 对着官兵一直哀求道 大人求求你们 救救我的孩子吧 核桃抬头一看 这这 这不就是老三亲爹吗 这下怎么办 要不要说出老三的身世啊 核桃就劫死了 眼看老二老三 快要支持不下去了 可是他们还在对峙中 核桃也只能豁出去了 来到领头那个官员身边说道 大人 下官有急事禀告 请借一步说话 那个领头人一看 有点印象 新科状元 随后他们找了个无人处 核桃跪了下来 卫王爷 你可还记得李小 你是谁 看来王爷是贵人 勃忘师啊 我是李小的师兄 原来是你 李小他怎么样了 他 哎 他难产过世了 生下了一个儿子 我的儿子在哪里 在劫匪手中 王爷 你快救救他吧 孩子小 受不住啊 为何不早说 卫王丢下腰间佩剑 走到劫匪面前 哈哈大笑 说道 劫持个孩子 算什么本事 来 我是卫王 我来交换人质 毕竟孩子小 也是无辜的 你们放了他们 本来 卫王并不想暴露身份 可是如今为了孩子 他不得如此 手下都上前阻止道 王爷 不可呀 让属下去吧 卫王呵斥道 都退下 退下 劫匪看着孩子 又看了看卫王 显然觉得劫持卫王划算 所以便交换了人质 劫匪压着卫王 一边对着侍卫说道 退下 退下 不然就杀了他 何涛和孙山 一个抱着老三 一个抱着老二 安慰道 老二 老三 怪 末世了 然后他们一家饭也不吃了 赶着马车 就往京城而去 两个孩子受了惊吓 发起了高烧 幸好他们已经回到了府邸 下人请来大府 为孩子诊治 大府开了安神的汤药 交代了机具 就退出去了 下人忙碌了起来 煎药 跑进跑出 孙山问道 相公 你说 卫王他末世吧 何涛 他武艺高强 几个小强盗 奈何不了他 放心吧 孙山小声嘀咕道 哎 我们的三宝 会不会被抢走 这也正是和涛所关心的问题 要不是三宝有危险 不然他才不会泄露这个秘密呢 几天后 传来消息 那天 魏王被暂时劫持 那些劫匪 如果知道魏王的真面目 断然不会交换人质 他们把魏王带到了一处山间 莫承想 魏王武艺高强 劫匪还没有跑远 就已经挣脱了绳索 把那些劫匪全都抓了活口 后面跟来的大部队也来了 直接把所有劫匪带回了衙门 魏王马不停蹄来找何涛 他想看看三宝 只可惜 三宝刚好昏睡中 何涛把自己的担心问了出来 魏王说道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帮忙 何涛 王爷有何事吩咐 在下尽全力 我希望你们继续抚养三宝 别让人知道 他与我的关系 等以后朝堂稳辜后 定然不会忘了你们的恩德 何涛终于松了口气 只要三宝不离开 比什么都想 就这样 过了几年 四胞胎都已长成了健壮的小伙子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成绩 老大与父亲一样 考上了状元郎 做了官 老二喜欢做生意 所以在城中开了鸡尖铺子 老三感觉对什么都很有兴趣 考到了秀才 有去二哥铺子经营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跑到各地游学了 老四立志要当大将军 所以当兵去了 这不 前段时间才烧了信回来 说现在已是欠付偿了 三年后 魏王几成大统 第一件事就是把三宝给认了回去 海力他为太子 何涛为官清正连结 做出了很多立国立民的大事 最后官制守福 十年后 三宝继承大统 当年魏王东征西战 受风霜与劳碌 身体早就不行了 所以便早早退了位 去了世外桃源静养去了 这个时候 何涛也退出了朝堂 在家寒一弄孙 过着快乐的晚年生活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稳婆迷路 与妇人难产相助 妇人说 绝底三十有出路 稳婆赵阿兰 明朝成化年间人士 为人和哀可亲 更是耐心老实 再加上赵阿兰接生手艺高超 不少人都乐意找赵阿兰接生 然而 干接生者行党 足足有二十余年的赵阿兰 就在前不久 突然宣布不再做了 城中百姓 信赖赵阿兰的手艺 即便是赵阿兰 基此说明自己的态度 还是有不少人登门相求 只不过赵阿兰自己心意已决 无论人们出价多高 他都没有同意 要说这赵阿兰在前不久 还到一户富贵人家接生呢 为何短短几日 就改变了赵阿兰的态度 城中百姓不解 而赵阿兰自己 更是不想回忆起三天前的事情 每每想起 赵阿兰都不由的身子发抖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油然而生 原来在七天前的夜里 赵阿兰正准备歇息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 赵阿兰以为是前来找他接生的人家 赶忙起身开门查看 然而当他打开门之后 发现门外一个人都没有 一阵风吹过 一张纸飘飘扬扬落在了赵阿兰面前 赵阿兰有些好奇地将纸捡了起来 发现竟是一张情帖 情帖中写道 李家少爷大婚 特地邀请赵阿兰前去参加喜宴 说起李家少爷 赵阿兰再熟悉不过 自己接生了这么多孩子 续过这么多户人家 唯有李家让他印象最深刻 他依稀记得二十年前去李家接生的时候 李家夫人度大如故 在场的众人 包括他自己都以为李夫人度中有两个孩子 然而出乎众人所料 李夫人度中只有一子 正是李少爷 说来也是奇怪 这李少爷瘦瘦小小 根本不像能把母亲肚子称的那魔圆的孩子 而且李少爷的出生也并没有让李夫人肚子减小 还是如同先前那般大 但赵阿兰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敢肯定 李夫人的肚子里就只有李少爷这一个孩子 李少爷一出生就哭不停 四肢胡乱挥舞着 一只小手紧紧抓着赵阿兰的衣袖不放 李夫人健壮不禁笑道 阿兰啊 我看这孩子是跟你有缘 今日你将他接生出来 将来以后他成婚那天 还要当他半个高堂 赵阿兰心中感激不已 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接生婆 却被李家这般细心对待 他望着躺在李夫人身边 宛如一只小猴似的李少爷 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别看李少爷小小的娃娃 手劲儿却是不小 直到赵阿兰该离开了 李少爷的手还在死死的捏着赵阿兰的衣袖 怎么也不放开 最后还是在李夫人和李老爷的帮助下 李少爷这才松了手 只不过望着赵阿兰见航见远的背影 李少爷哭得更凶了 赵阿兰原本以为当年的事情 只不过是李家人随口一说的玩笑话 却没想到时隔二十年 李家人还记得当年的诺言 赵阿兰拿出那封情帖 心中不禁生起一股暖意 不知折磨多年过去了 李少爷是否还像当年那般瘦弱 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情 赵阿兰心中虽然这样想着 但却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当年李少爷刚出生 谁会记得那个时候的事情 只不过赵阿兰接生折磨多年 却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当年看到李少爷对自己那般依依不舍的模样 他其实心中也早已将李少爷当成了自己半个 想到这里 赵阿兰赶忙将情帖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好一会儿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 赵阿兰特递到及时上花钱买了一套喜庆的成衣 回到家又为自己梳妆打扮一番 便准备提早出门 赵阿兰刚出门走了莫多远 迎面便来了一辆马车 车夫一见到是赵阿兰 连忙拉住缰绳停了下来 随即恭恭敬敬地下马说道 赵大娘 李家夫人特地要我前来接您 还请您上马车 路途遥远 莫要吹了凉风 话说着 车夫便掀开叫脸 弯下腰示意让赵阿兰踩着他后背上马车 赵阿兰哪里受过这般待遇 大家又都是普通老百姓 哪里用得到这些 赶忙摆手说道 小师傅您快起来吧 我也没有到七老八十的年纪 马车还是能上去的 说住 赵阿兰将车夫扶起 自己则是扒着马车的边缘 小心翼翼地爬了进去 马车缓缓朝着李府的方向行驶 一开始 赵阿兰还十分兴奋地掀开帘子 看着外面的景色 可渐渐地 赵阿兰的眼皮越来越沉 没一会儿便靠在一边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赵阿兰隐隐约约听到 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还有人在不断拍着他的肩膀 赵阿兰这时猛地睁开眼睛 发现车夫正在前方十分关切地看着他 赵阿兰揉了揉有些发痛的额头 迷迷糊糊地问道 怎么了 小师傅 咱们这是到了 车夫点头道 是啊 赵大娘 李家夫人和老爷已经等候多时了 在车夫的搀扶下 赵阿兰缓缓下了马车 李家大宅出现在眼前 还是如同当年那般气派 大宅处处张灯劫彩 十分喜庆 这边赵阿兰刚刚踏进李家大门 便见到有人迎了过来 赵阿兰定睛一看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家夫人和老爷 只是二十年过去了 两人还如同当年那般貌美俊朗 一点变化都没有 赵阿兰微微有些诧异 不过随即便恢复了平常 也是 像李家这般富有的人家 定会注重保养 不像自己这般粗糙 赵阿兰望住自己的双手 再看向李夫人 细白如葱的双手 不禁叹道 李夫人 没想到这么多年不屑 你还是如同当年那般年轻 李夫人笑道 哪里的话 不过是脂粉作用罢了 阿兰你且跟我来 一会儿等保生 李少爷接近回来了 这喜宴也就开始了 说主 赵阿兰被李夫人带去了半喜宴的大堂之中 并客客气气地将其安排在高堂之上 此时此刻陆陆续续的已经有宾客来访了 只不过这些宾客看起来面无表情 在宅府的一排排蜡烛的照射下显的一个个面色苍白 但赵阿兰并没有在意这些 一心坐在一旁等待着李家少爷李宝生的归来 这时 李宅门外的锣鼓声越来越近 旁内的宾客闻声也纷纷走了出去 赵阿兰也顺着声音寻过去 发现接亲队伍已经回来了 李宝生从高头大马上下来 而新娘子则是在喜伯的搀扶下 缓缓从喜叫上走了下来 赵阿兰一直将目光放在李宝生的身上 他似乎在期待着李宝生还能记得自己 他更期待二十年后的李宝生变成了什么样子 随着李宝生渐渐走近 赵阿兰发现李宝生走路僵硬 两条腿好似不会打弯一样 直挺挺地往前走着 更加诡异的是 李宝生面容毫无血色 看起来如同面偶娃娃 这样的李宝生 让赵阿兰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赵阿兰下意识地向身旁李夫人看去 发现李夫人面色并无异常 赵阿兰便将自己的疑问咽下了肚 可是他越是忍着好奇心就越大 终于还是拍了拍身边李夫人的肩膀 问出了口 李夫人 我怎么看宝生他走路姿势有些不对劲 脸色也不太好啊 是不是他今天不舒服 李夫人一愣 好一会儿才笑道 阿兰你有所不知 在宝生小时候摔过一跤 这腿呀就落下了毛病 至于脸色我估摸着快要结婚了 昨晚他肯定是没有睡好 李夫人的一番说 此赵阿兰倒是信了 只是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多好的孩子啊 好在现在许了媳妇儿 即将过上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想到这里赵阿兰这才稍稍放下了心 新郎新娘拜过天地之后 新娘便被送入了洞房 李宝生则是留下来 陪着宾客喝起了酒 不一会儿 李宝生绕到李夫人面前敬了杯酒 李夫人说道 宝生啊 这是你干娘 也是接生你的阿兰 宝生你还记得吗 李宝生点了点头说道 宝生自然是记得 说着 李宝生便向赵阿兰敬了杯酒 赵阿兰原本已为李宝生在说客套话 可下一顺 李宝生说的话却是让他大吃一惊 只见李宝生拱手对赵阿兰说道 干娘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但宝生对当年之事确实铭记在心 宝生一袭击的是干娘 您将我接生出来 而我十分调皮的依不舍的拉着你的衣袖 一直到你离开 我都不肯放开了 李宝生的回答让赵阿兰目瞪口呆 不过说不定也有可能是李夫人告诉他的事情 就算是李夫人说的 还是宝生真的记得 只要他这个干娘在他心中 他赵阿兰就心满意足了 想着 赵阿兰便将手中酒一饮而尽 干娘 今日宝生新婚大喜 亦有礼物送给干娘你 说着 李宝生朝身旁仆人招了招手 便有人将一盆手掌大小的花递给了赵阿兰 李宝生说 花向争住新的希望 这盆花送给干娘 希望干娘也如同这盆花一样越来越美丽 赵阿兰喜滋滋的将花接了过来 回想起刚刚李宝生的话 他心中如同吃了蜜一样甜 花香四溢 一股股奇特的香气传入赵阿兰的鼻腔之中 赵阿兰感到脑袋昏昏沉沉的 眼皮更是重得抬不起来 一旁的李夫人发觉赵阿兰的一样 连忙凑到他面前问道 阿兰怎么了 是困了吗 我让下人带着你到屋里去睡 李夫人摆了摆手 不一会儿便有两个是女将 昏昏沉沉的赵阿兰扶了起来 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过去 此时赵阿兰已经昏睡了过去 悬然不知自己被带到了何处 看住赵阿兰见行见远的身影 李夫人突然露出了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 而后李宝生缓化而至 紧接着他身形一晃 一缕黑烟飘了出来 一抹小小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一个惨白的指人 也随即倒在地上没有了生气 李宝生的身形 还犹如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只是面上的表情却是十分老成 他盯着赵阿兰离开的方向 小手渐渐握成了拳 在场的宾客也在赵阿兰离开之后 变得安静起来 一个个呆若木鸡地坐在原地 一阵寒风吹过 吹得重宾客东倒西外 再一看这哪里是前来参加喜宴的人 分明是坐得十分马虎的指认 一时之间 整个李家大宅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且说赵阿兰不知睡了多久 忽然一阵婴儿啼哭的声音传入了他耳中 赵阿兰猛地睁开了双眼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十分华丽的床榻之上 此时婴儿的哭声还不断地营绕在赵阿兰的耳边 可他在房间里找来找去 都没有看到婴儿的身影 唯有那盆李宝生送给他的花 在夜里泛着光芒 不一会儿婴儿的哭声停止 而赵阿兰见病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便又睡了过去 闻住花香 赵阿兰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睡着睡着 赵阿兰又感到浑身一阵发寒 似是有某只十分冰冷的小手 一直在触碰着他 赵阿兰浑身一颤 睁开眼赫然发现 自己面前竟站住一个浑身散发着黑气的小娃娃 娃娃的身子连着花盆 似是从里面藏出来的一半 这样诡异的情景 让赵阿兰不禁惊叫出声 小娃娃拍了拍照阿兰的手 并朝他点了点头 扭伸便朝门外跑了出去 赵阿兰虽然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担心小娃娃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便起身跟了出去 别看小娃娃身形小 可跑步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快 赵阿兰拼尽全力才显跟上 赵阿兰前脚刚走 后面便又有一伙人追了出来 他扭头一看 身后跟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李家夫人和老爷 二人身后还跟着一个瘦弱的小娃娃 凭他一个凡人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牛鬼蛇神 很快赵阿兰便被身后三人追了过来 三人将其团团围住 一个个眸子散发着令人发寒的目光 见赵阿兰停了下来 前方的小鬼娃娃也停了下来 看到身后的情况 鬼娃娃不禁焦急的说道 阿兰一母快跑啊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赵阿兰此刻不敢犹豫 扭身便跟着鬼娃娃的脚步跑了过去 跑着跑着 赵阿兰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坟地 只是这场景不过一瞬间就发生了变化 赵阿兰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先前的场景 而当他环顾四周 也不再有那三人的身影 他继续向前跑着 不知跑了多久 赵阿兰感觉自己旁扶 跨越了山川 跨越了河流 累得瘫倒在地好一会儿 才缓了过来 赵阿兰试着往前走着 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 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 赵阿兰在附近转了一圈 这才发现自己的却是迷路了 可是他明明记得自己是从那边跑过来的 为何再走回去 却怎么也找不到李家大宅了 赵阿兰靠坐在一旁 准备带到天明 再找人询问一下回去的路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嘻嘻嘶嘶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赵阿兰连忙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就见一个大着度的妇人 缓缓朝他这边走了过来 妇人脚步沉重 刚刚走了两步 便痛呼一声倒在了地上 赵阿兰评级这么多年的接生经验 此时一看 便知这妇人要生了 赵阿兰见状也顾不得其他 连忙迎了上去问道 这位妇人 这样子你怕是要生了 你家在哪里 要赶紧回去准备接生了 妇人有些迟疑的看向赵阿兰 随即摇头说道 回不去了 家离这里实在是太远了 回去恐怕来不及了 赵阿兰四处望了望 这附近也没有人家 可眼前的妇人就要生了 这可如何是好 纵使她是个吻婆 可现在手中没有工具 更没有热水 这妇人怕是要遭罪了 正想着 面前的妇人又是痛呼一声 赵阿兰见状慌忙拍了拍妇人的腿 说道 妇人快把腿攻起来 调整呼吸 好 用力 赵阿兰一边指挥着妇人 一边抹去自己额头上的汗水 然而无论妇人怎么用力 那孩子都生不出来 糟了啊 这是难产了 若是再这样下去 怕是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 赵阿兰此刻比妇人还焦急 她不断安慰着妇人 好一会儿随着妇人一阵惨叫声响起 一个婴儿的手脚便冒了出来 但这病没有让赵阿兰松气 她向妇人说道 夫人 现在您的胎位不正 我需要刺激一下孩子的手脚 让他知难而退 自行归正 倘若这个方法不行 我只能手动将胎位归正 这个过程有些痛 夫人你要忍着些 说着 赵阿兰朝着婴儿的小手小脚便拧了一下 婴儿吃痛慌忙缩了回去 折腾了一六八开 孩子这才顺利生产出来 只是身边没有剪刀 她没办法将孩子和期待分开 然而正当赵阿兰愁眉苦展的时候 地上原本还在挣扎的夫人忽然好端端地站起了身子 她抱着刚刚出生的孩子 冲着赵阿兰笑道 谢谢大娘出手相救 虽然不知您为何出现在这里 但这里并不是生人该来的地方 只要你绝地三尺 便能找到出路 说着 那夫人身形一闪 便消失在了赵阿兰的面前 赵阿兰此时终于明白 自己这是遇上非同寻常的事情了 赵阿兰不敢迟疑 连忙按照刚刚夫人的方法 蹲在原地挖起了土 赵阿兰一直挖到双手出血 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 忽然出现在赵阿兰的眼前 赵阿兰望着面前的小男孩有些眼熟 好一会儿他才发觉 这小男孩正是先前从李家宅院里 将他引出来的那一个 只是先前这小男孩浑身冒着黑气 现在黑气消失 倒是看着十分可爱 不过赵阿兰来不及多想 那小男孩又朝得招了招手 便一蹦一跳地朝着不远处跑了过去 赵阿兰紧跟着前去 越跑前方越模糊 随着一片浓雾渐渐升起 赵阿兰的意识也逐渐消失了 随着一阵鸡脚声响起 赵阿兰缓缓睁开了双眼 一道刺眼的阳光照在赵阿兰的脸上 他起身环顾四周 发觉四周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只有身旁一片小土包 而当赵阿兰定睛看过去的时候 赫然发现这竟然是一片坟地 而坟地墓碑上赫然歇住 李氏夫妻之墓 赵阿兰浑身打了个寒颤 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说自己昨晚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一个梦 还是说自己撞邪了 可是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李家的事情 自己更是从来都没有得罪过李家 为何昨日李家要这般对他 赵阿兰不解 回到家后 向城中百姓询问李家的事情 赵阿兰这才知晓 原来李家在二十年前救出了事 也就是李宝生出生的那一年 李宝生出生的当天晚上 李家莫名其妙地走了水 全家都在那场大火中身亡 后来官府人在收拾李家夫人尸身的时候 意外发现在李家夫人的肚中竟还有一子 只不过这孩子早已夭折 根本就不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赵阿兰心中久久不能平息 怎么会这样 为何会这样 以他的经验来看 李夫人的腹中不可能有子了 难道说因为自己的误诊导致那孩子夭折 更是间接导致李家人全家丧命 赵阿兰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一整天都没有睡好觉 直到第三天的时候 赵阿兰这才下定决心不再做接生婆者行当 二十年前因为自己的一次误判 没了一条生命 更是因为自己间接害死了李氏一家 赵阿兰心中愧疚不已 这天晚上 赵阿兰做了个梦 他梦见那天带他出来的小男孩 蹦蹦跳跳的来到他面前说道 阿兰姨母 你不要难过 这一切都不怪你 我其实早就在母亲的肚子里默契了 那天晚上走水也是个意外 可是母亲和哥哥一直以为是你的缘故 害死了我 而我想要报复害李家走了水 他们不顾我的阻拦 想要在二十年后 趁着哥哥成亲那天害你 更加可恶的是 哥哥还将我炼成鬼子 种在花盆之中 永远念滋养我 甘生出新的我 可是邪不压正 纵使我在怨念下生长 可怨念并无法侵蚀我的内心 在我发觉阿兰姨母 你可能有危险的时候 就带你出去了 可是我跑着跑着 就不见你身影了 这才发现 母亲和哥哥又把你带进幻境之中 而我也差点被母亲和哥哥抓走 还好我集中生智 钻进土里逃过了一劫 不过我在土里迷了路 最后还是阿兰姨母绝地三尺找到的我 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阿兰姨母 小男孩说着 便来到赵阿兰身旁 十分亲密地蹭了蹭她的身子 赵阿兰被小男孩逗弄得呵呵直笑 后来赵阿兰仍旧没有继续做接生婆这行当 而是和这只从花盆里尝出来的小鬼娃生活在一起 日子过得很慢 但却十分幸福 李氏夫妻和李宝生三人遇到事情 只会将问题推到别人身上 差点酿成大错 而赵阿兰亦是过于相信他人 好在邪不压正 赵阿兰虽然清醒他人 但却是个善良的人 正所谓善恶到头中有报 无论是善报还是恶报 故事终将有个结局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